6月24日广东冒名 91岁老人被儿子和儿媳妇赶出家门 睡在门口 所有的物品都被丢了出来 据老人孙子黄先生称 之前也报过警 但警方说不在他们的受理范围 起诉后也没什么用 按照分配自己爸爸照顾爷爷和叔公 大伯一家照顾奶奶 他们住的房子也是奶奶的 没想到大伯夫妻二人一直这样对待奶奶 之前还让奶奶睡鸡窝 奶奶91岁了 睡在门口非常危险 目前黄先生已将奶奶接到了自己家 奶奶今年91了 养鸡那座房子 然后就把我奶奶赶到那里面睡 现在连鸡窝的房子都不给我奶奶睡了 赶出来外面 那栋楼是我奶奶的屋子 也是我奶奶的房子来的 是以前的老房子 然后现在做新房子了 但是那也是我奶奶的房子来的 现在我们就照顾我爷爷 然后又照顾我叔公 然后是奶奶就分配给他们照顾的 我们下期再见 我们下期再见 好